好,還有各位 提兩個案子應該可以講比較久吧 講六分鐘 好,反正就講六分鐘 然後我叫Peter,我也叫Peter 我目前是想應Costcard Open Source Contributor Workshop 那一開始呢,這是我自我介紹 那反正就是,我是一個開源專案的貢獻者 那如果有跑CostCover、Mark Kong或什麼的 可能都會看得過我 再來的話 我的專業技能在這個 DOS的Backend這邊 大家看一看就好了 好 那下面是目前的工作經歷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 Outline就是有兩個 那第一個案子就是需要把一個 PHP Extension 加入到Compostor.j上的一個block中 那這個題目很長 這其實是issue的題目啦 那下面那個是issue的那個連結 那另外一個是Migrating to GitHub Action for SEI 這個也是一個issue的題目啦 那反正這兩個的話呢 後面就有講 就是說呢 第一個就是 它有個PHP的框架 叫Bow Framework 就是一個象牙海岸的一個人 他發起了一個專案 那他目的就是說 他要在地化呢 去做那個 拿來做程式教學 那他在他的那個當地有做一個 co-learning的一個lab這樣子 那 呃 再來的話就是 他就是他的那個敘述啦 他的專案那個敘述啦 那下面的話 這個是 你要去解決這個issue 下面就是你可以看這個參考文章 參考的文章 Compostor 這個文件 然後你就可以解決上面這個issue 這個 我應該是標註簡單啦 對 這個 然後我記得我有留言 那裡面應該就是 我把解法都寫出來 那你可能就可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發個pro request 然後這個可能就結束了這樣 好 那再來的話是 呃 再來是 Wiring 那 Wiring 它是一個lab 就是 它是一個發現人發起的一個專案 那它 它目的呢就是說呢 就是 PHP 它有一個 呃 非官方的一個開發建議跟標準 那 它 呃 去實作那些PSR 它叫PSR 那它實作的這些PSR呢 然後把它都成一個微型的框架 然後 呃 用來就是 呃 去那個 呃 去那個實作它 然後順便去 呃 順便去研究這些PSR的一些過程 那它 呃 它有一個issue就是說 呃 因為 Travis CI 它從org 改到 Travis CI.com 之後呢 它就對 呃 開源專案相關的一些 呃 做一些持續整合的那個 一些功能 它變得不友善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 我有一個 有一個 那個 有一個議題就是說呢 我們想要把這個 Travis CI 從 呃 從那個 CI 移到 GitHub Action 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我就繼續講 講到三分鐘吧 就 呃 講到他會再run 哦 他會再run一次 OK 好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呃 那個 下面就有兩個啦 兩個文 兩個連結 就是 這個是 Travis CI 它目前的做法 那我們要把它移到 GitHub Action 的那個 的那個 壓謀檔 那就是看這三個文章 看這三篇文章 應該就可以把這個解決了 對 那下面這個畫是一個Sample 就是 GitHub Action 上面它怎麼去把 那 PHP 做 Building 的一個Sample 壓謀檔 那你可以參考它呢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解決了 那目前現階段的做法是 Travis CI 那你要看懂它目前的做法 然後最後呢 你就可以看這兩篇文章把它遷移過去 對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就是 呃 順帶一提兩個小東西 第二個小東西呢 就是呃 我有一天在房間發現了非常多的貼紙 那這些貼紙都是一些就是 那個重複的就是耳朵機啦 如果大家想要跟我換 或者是送你的話 你想要哪一個都可以給你 對 對 就這幾個 黃鼠不是啦 就這幾個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就是 大家就跟著我這個 兩個 兩隻大象的一起Coding 對 那就謝謝大家